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七十节 又简算他的伯人 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 在今我们纯粹理解 大卫既然他已经有四个特质 四种的优质 可以说千万人当中已经是非常少有的 第一他属灵 第二要谦卑 第三要纯传 第四要尊重神的圣灵 简单来说有些人信了这十几年 都未有这四个优质 但是神为了预备大卫成为一个皇帝 为了让大卫成为一个能人所不能的人 神再在大卫生命当中给四个锻炼 四个磨炼他 而这四个锻炼四个磨炼锵 我相信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理解 亦换成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 如何让我们用我们如下的光因 去使我们成为神的殿 因为我们看到大卫 他就在这四个训练里面 导致他理解如何建立信仰 我们看到他根本就没有这个义务和责任 去锻炼扶持或者提升整个以色列人的信仰 因为这是一个祭司的责任 但是你会看到大卫当他做了皇帝之后 这个是他自自然会做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大卫建立自己已经成为神的殿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唯一皇帝是带头让药柜入石安 也是他是唯一一个皇帝 是带头建立了大卫会莫 他理解了关于建殿的秘密 他也是神赐予给他关于十一的秘密 DNA的秘密 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 他建立了神的同在 是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如果说他的信仰是万中无一 简单来说是有点跨世了 因为只在他自己的时代当中 他的信仰是不止超越万人的 我们尝试听听第一点 神如何塑造大卫 第一点神塑造大卫就是让他独处 或者你听到的时候觉得好像很普通 独处而已 但是这个仍然就是说 理论和实际是有很大分别 很多人能够坐在那里听得到 但是叫他去做的时候 他一半标准都不能够达到 我们看到神去让大卫去做皇帝之前 无论他自己是牧羊的时候 又或者是他自己被掃楼追杀的这段时间 他有极之多独处的时间 千万不要轻看一个独处的时间 因为独处就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没什么做 没有责任给他 而甚至有时他自己也不能够 拍入什么群体当中 去成为一个跟从者也好 或者带领者也好 他简单来说是独处 由他自己小时候开始牧羊 直到他带过被素罗追杀 我们看到大卫每一次独处当中 都使他信仰生命当中更加尽心 这个可以说是超乎常人的反应 为什么呢 因为我侍奉这么多年里面 我发觉不是很多人懂得独处的 我说不是很多人懂得独处的 意思是十个有九个九的人 都是不懂得独处的 我认识的很少人 他一独处就犯罪了 就好像一些小孩子 当爸爸妈妈出街的时候 他们就造反一样 而实际上 你会看到这个好像是一些人的本性 就是说当他独处的时候 他们自己自自然然 就不懂得去进心 不懂得去进步 有些人甚至是犯罪 所以如果所说 有些人独处的时候 一独处而已 一无网管而已 他们就犯罪 有些人独处的时候 他就浪费时间 我意思说的这种独处就是 这个人实际上是没有人监管他 他没有责任 没有人跟从他 他也没有跟从任何人的那种程度 也不是说每一次假期那段时间 我们那个就叫做独处 不是 大卫的生平 让我们看到不是放假的时候 他知道怎样做 是他真真正正在人生孤单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怎样做 就如我所说 有些人独处的时候 会浪费他自己的时间 有些人独处的时候 直接是觉得人生很无聊 有些人独处的时候 直接是不收蝙蝠 精神伪美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人生有什么意义 但是大卫不是的 我们从大卫众多的诗篇里面 看到一个很特别的 我称为境界 是很少人有的 就是大卫每次独处 他都经历神的同在 他都寻找神的同在 他都会让独处的时间 不是沉浸起恐惧疑惑 自冤自哀 打算找人报仇说恨 又或者另一边 就是说颓废 闷 浪费自己的时间 又不是 另一边他又不是 利用这些时间去犯罪 软弱 去栽种他自己的情欲 我们看到大卫 他从小的时候 我们才以牧羊的时候为例 他牧羊的时候 竟然有神的同在 倒过挨断 当这些红和狮子来的时候 他竟然追上去 将他打死 神的同在 在他身上有多重要 而我们再一次看见 就是大卫 他只是一个小孩子 为何能打死红和狮子 因为之前曾经有一个人 参孙 当神的同在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的DNA可以改变到 一个阶段 变成一个大历史 大卫就更加是了 我们看到大卫 不是牛高马大的人 到他见骚罗的时候 到他打哥利亚的时候 骚罗直接想 哇 你这么小 穿我见的装甲 你都已经穿不入 因为装甲实在太大 变成像龟壳一样 你怎样打过来 但大卫说 我不单止可以打败他 我之前是打到狮子和红的 你会看到大卫 根本是世上最早的人 他知道在神的同在下 他就拥有全能者的能力 他的身体就可以 产生这种力量 好像参孙一样 去打败他面前的一切的危险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大卫 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七十节 又简选他的仆人大卫 从阳圈中将他召来 愿是道别 顶到 快点 啊 ER怪 总i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